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持续收看这集华语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持续带您关心针对近来太阳花学运仪式 马总统三度更改记者会时间后 终于在昨天晚监亲上火线 在记者会上 马英九是回应了学生的四个诉求 但是对于退回服务贸易协议 他仍然坚持不赞成 马总统召开记者会 立法院的学生是全程收看 听完马总统的谈话 学运总指挥林飞凡 同频马总统没有回应核心诉求 陈伟廷也说 马总统不知道在赶什么 想要快速的通过服务 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 那一看到其实黑色青岛成员 光是昨天就召开了两场记者会 除了晚间10点半的这场 林飞凡还抢现在傍晚5点 总统府记者会前做出声明 因为之前有媒体传言 他与黄国昌私下与大学校长 会面商讨退场机制 林飞凡强调 他根本没有私下与校长会面 而连续几次 辅慌频频乱放话 再度的伤害双方的沟通信任 330凯道上街 事在必行 好330反复冒大游行 今天将走上凯道 由学运领袖 林飞凡带领 前进凯道 而在另一头的立法院内呢 则是由陈伟廷坐镇 守住一场 究竟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 马上连线给记者带您关心 好的 今天330当游行 反服贸民众将走上凯道 而在南部准备的抗议民众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不但是身穿黑衣 甚至敷上了黑面膜 表达诉求 详细的情形 马上连线给记者 另外还有学生决定 熬夜通车来 申远反黑箱服贸 330上凯道 南部回响热烈 那昨天晚间 中山大学呢 就有8辆的游览车 载着320位同学提前出发 330反服贸大游行即将登场 总统府也加强委安戒备 周围部署了2000名警力 以总统府为中心 往外设下了三层关卡 另外驻守总统府的 宪兵202指挥部呢 也全面停休 连宪兵特勤夜营部队 也进驻待命 就怕323占领政院冲突 再度重演 好 看到总统府周边 是不敢松懈 再次提醒呢 凯达格兰大陆周边 从29号晚上12点 到30号的晚上12点 24小时进行交通管制 从林森南路开始 包括中山南路 爱国西路 中华路跟中孝西路呢 是围成一个大圈 要是人潮太多 不排除进行人车管制 公车也要配合交管 不能进入博爱特区 也要改成周边的替代路线 这让附近的居民觉得 有点扰民 继续带您看到立法院现场 330上凯道游行 即将在下午1点钟登场 那在上午10点多时呢 出现了由教师组成的团队 要出面来力挺捍卫学生的诉求 其中也包含 占领政院的指挥之一 魏阳的父母亲 马上连线给记者带您了解 好 另外来看到 还记得占领政院这天 一名王姓医师被警方暴力驱离 结果被打到抽搐昏迷 虽然心里受创 但是他认为这个事件呢 不是单一几位远警的错 也希望330占领 凯道活动不要再有人流血了 330凯道大游行 学生的每一步准备动作呢 都相当的积极 而且有效率 他们甚至已经把抗疫诉求 扩大到全世界了 是利用多媒体平台 以凌晨四点为题 制作了英文版的网页 也在国际版的纽约时报 刊登全版的反服贸广告 暗奉国家暴力镇压恶行 330反服贸学运走上街头 是在必行 不过就在29号 反反服贸已经先走上街头了 民众手持康乃兴 向这些学生喊话 希望他们能快点结束抗争 赶快回家 中午的吃饭时间到了 来看点轻松的 现在宅经济真的很夯 在知名饭店已经当了四年的主厨 孙文生 他舍弃百万年薪 出来自己创业 做的不是一般的餐厅 而是需要冷冻 微波 再加热的料理包 不过热腾腾的料理 要怎么真空包装的同时 又不走位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另外来看 纽约的一家杯子蛋糕店 别出心裁 推出贩卖及服务 顾客花大约130元台币 就能24小时都可以 品尝各种口味的杯子蛋糕 带你一起看看 还记得童年 不少桌上抑制游戏吗 那现在就有网站 入口业者发起了 十大亲子桌游去票选 最后是由德国心脏病 翻滚路一 与闪铃快手名列前三名 而这些游戏呢 全都是挑战玩家的反应速度 也成为亲子游戏首选 家里多个新成员 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一名国外的小男孩 知道妈妈又怀上妹妹后呢 竟然是瞬间崩溃 带你来看 往后带您关心 前立委秋毅受邀参加节目 而同台的朱学恒 就故意在秋毅说话时 一边来吃香蕉 让网友直呼好犯规 330凯道游行下午1点钟登场 许多学生称的最后时间赶工制作游行道具 还提供免费拓印 把诉求印到衣服上头 先休息一下更多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先带您关心 根据新华社的快讯 日本西北部的新线线 在当地时间 今天12时23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6.0的地震 而且在东京地区也可以感受到强烈摇晃 还好目前战时并无传出任何人员伤亡的消息 另外来看到 连续几天的大晴天 周六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庞多大雨 还闪电打雷 不过大雨没有吓跑 在立法院进座抗议的学生 有人躲进帐篷 有人撑伞 有人穿着轻便雨衣 坐在湿搭搭的地上持续的静坐 他们说就算被雨淋湿也要坚持下去 海洋花学运号召全民在今天下午1点上 凯道集结定调扩大抗争 要把学运转化为全民运动 那一早也有20位的大学教授到场立挺 其中更包含魏阳的爸爸妈妈 除了声援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外 因应下午的和平理性抗议活动 一大早地院外静坐的同学 就透过喊话来振奋精神 也做足准备要前往凯道再度表达诉求 让政府看见 好330反服貌抗争游行 今天就要走上街头了 不少学生赶在游行前制作向日葵等游行道具 甚至有民众免费提供拓映服务 可以直接的印到衣服上头 而学生团也再度呼吁 希望这次的游行能够和平且理性 好连续几天 服贸争议在政论节目上升起 正反两方的激烈论战 之前五把太阳花说成香蕉的前例为秋意 昨天受邀参加节目 而同台的朱学恒就故意在秋意说话时一边来吃香蕉 好我们可以看到秋意指花为交以后 还是上了政论节目大谈扩论 而旁边的朱学恒就故意淡定的吃香蕉 还做出乖表情 让网友看了直呼实在是太犯规了 好秋意上大陆电视台专访 把向日葵说成了香蕉 有网友恶搞把秋意和肖家琪 以及马总统Kuso成小虎队 那也有插画家用漫画讽刺秋意 在网络上恶搞的图片不少 不过秋意还是没有认输 他又在脸书po文 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为了反服貌 而是痛恨他揭发了阿扁贪腐 好这次太阳花学运年轻人抗争超过12天 让不少的大人看了也觉得很佩服 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之前发表声明 为了维护台湾民主命脉奋斗 他从29号起要每天到立法院静坐 要陪伴学生到最后一刻 他说学生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是来支持他们 对他们表示敬意 那林毅雄也将持续陪伴学生 到行动结束 太阳花学运持续延烧 当年野百合学运成员 这次也力挺要一起上街头 其中现任万方医院的精神科医师 潘建志 他在当年也参加过野百合活动 对于这次的太阳花学运 他认为虽然时隔24年 象征的花朵也从百合花变成了太阳花 但是学运精神同样可贵 面对这次太阳花学运前卫生署长 杨志良也表态支持学生 台大骂总统马英九活该 但是对于学生占领利润这么多天了 他认为学生已经充分的表达诉求 呼吁学生是时候把国会还给立委 好换一个话题 来看到意大利一名修女克林斯蒂娜 在全秀节目上唱了 Alyssa Kiss的歌曲No One 优美又洪亮的嗓音 让四位评审都转身叫好 全场的观众甚至都此力鼓掌 让他一戏爆红 好在您看到竞争激烈的夜市摊贩中 有位叫卖一个很厉害 光是卖丝袜最高能够创造 4万块的日盈月额 因为他把丝袜穿上身 想要促乡哪一款花色呢 就穿哪一款 虽然路过的朴峰妈妈说 看起来很害羞 不过丝袜哥说 穿上丝袜 丝袜叫卖后比起一开始的业绩 至少增加三成以上 各位消息 在您看到的这张 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 也最珍贵的邮票了 它是当今唯一一张 英属归亚纳一分钱红邮票 纽约素福比拍卖中心 还特别将在六月中 举行专属拍卖会 预料售出价格会创下记录 王后在您关心 台中一名越南籍配偶 捐出18万元的积蓄 买了3000个便当 要在330这天送到立院前 让学生吃宝典 更多的新闻内容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两岸签署福贸协议 未来大陆请聚业将会 大举来台开业 其中又以传统棉被制造产业 冲击最大 有业者说 早就是西洋产业到谷底了 政府完全不照顾他们 就算福贸签订 陆资来台还能夺坏呢 欢迎陆资大举来台 反福贸学生持续抗争 而面对这场拉锯战呢 大家的压力跟火气都不小 像是学运组织中的物资组 因为负责后勤补给 还要清点搬货 压力和火气都很大 甚至贴出了告示 说如果觉得他们很凶 口气很差 欢迎加入 因为10天就能瘦3公斤 这苦差事吃力不讨好 而大学生为了学运走上街头奋战 是感动了不少人 还中一名越南籍配偶阿娇 就捐出18万的积蓄 买了3000个便当 在330这天呢 要北宋立院前 给学生吃饱 才能继续拼 那另外南投竹山镇一名里长 也找了朋友 集资一万 买了1000个番薯包 让静坐的孩子们补充体力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 欢迎整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